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格培尔是德国纳粹宣传部部长约瑟夫,格培尔和约叹纳,玛利亚儿女,这对夫妻即是希特勒年轻时期的密友,又是希特勒从政之后的政治支持者。 图二,正是因为有年轻时期的这个密友关系,从而希特勒在执政之后,把纳粹宣传部部长这种重要的位置交给了约瑟夫,格培尔,而约翰纳,玛利亚在希特勒预读时事件后,便一直担当希特勒的私人掩饰官家。 对于希特勒来讲,格培尔夫妻是足以让他信任的人,死后长达数十年的时间,格培尔夫妻都与希特勒保持着良好的亲密关系。 图三,从而格培尔夫妻的孩子经常能够和这位德国当时的大人物见面。 图四,在格培尔与格培尔夫妻的子女,希特勒对,他们是极其喜爱的。 在约翰纳,玛利亚的技术中,希特勒在竞选德国总理期间,经常会到家中与格培尔商谈事务,每次一来,孩子们就都会围着他。 而希特勒则一面微笑,一面挨着抹他们的头。 图四,在格培尔与约翰纳,玛利亚的六个孩子中,最受希特勒宠爱的, 便是排行第四的女儿赫尔丁·凯瑟琳·戈培尔,在众多希特勒私下生活照的图级中。 赫尔丁·凯瑟琳·戈培尔和希特勒单独的出境率非常高,图五。 从而有很多传言说,当时希特勒虽然奉行不婚不欲主义,但他对孩子的爱却并没有减少。 格培尔丁·凯瑟琳·戈培尔的聪慧和可爱,让希特勒儼然进入了一个父亲的角色。 图六,在关于格培尔丁·凯瑟琳·戈培尔记录中,一直到二战末期,苏军开始进攻柏林之后, 格培尔丁·戈培尔与约翰娜,马利亚加上他们的六个孩子,都呆在格益制帝国总理府下面的地堡当中。 图七,纳粹的婚姻来了最后的终结。 在1945年的4月30日,希特勒和他的妻子举行了简单的婚礼自杀。 而在第二天,哥培尔与约翰娜,玛利亚先给他们的六个孩子,喂下马菲将他们麻痹,再给他们喂下毒药,最后夫妻两个相继引弹自杀,除了,后来在约翰娜,玛利亚写给他与儿子哈拉尔德,与其前夫的儿子,已经成年,在北非战俘营中的遗书中说道, 我们绝对跟随荣耀而去,尽管元首让我们突围出去,但我和哥培尔决定留下来,当你见到这封信的时候,我们已经去了另一个荣耀的世界,还有你的六个弟弟妹妹,尽管他们还未成年,但我坚信,他们也一定同意这么做,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